这位开国少将两次死里逃生,毛主席说你能活一百岁,果然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,开国将帅大多数人都受过伤, 这些伤病也给他们留下了不同程度的后遗症,不少人都因此而过早去世了,不过今天介绍的这位开国少将,虽然受过两次重伤,却脱毛主席的急眼,足足活了一百岁,非常罕见。 这位开国少将就是仁荣,四川沧溪县人,仁荣十六岁就参加了红军,临行前,父亲对他说,你当红军了,我们管不到你了,你要多杀敌人,多打胜仗,干出各名堂来。 仁荣虽然年纪小,但是勇气过人,有一次,上级派他去侦查一个反动民团的情况,请注意,他的任务是侦查,但他却带着三个战士闯入敌营,把民团团总都给活捉了,真是出声牛犊不怕虎吧。 第八十八师政委杨健安,看他是个好苗子,就提升他为八十八师侦查队长,后来又被调到红军大学学习深造,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后,仁荣也随宏大的学员们一起行军。 大家都知道,长征之路非常艰辛,仁荣在长征期间更是显向还生,半朝命都搭进去了,能活着走到陕北可以说是个奇迹了。 第二次过草地时,仁荣生了病,再加上饥饿,经常几天都没有东西吃,体力虚弱到了极点,走路都打光。 有一天,仁荣走着走着突然摔倒了,还好王心廷赶了过来,将自己的马让给他。 多年之后,仁荣遇到王心廷,还一直以救命恩人相称,不过,在横军时期虽然艰苦,但仁荣还没有受过重伤。 他的两次重伤,都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经历的,而且都是要命的重伤,可以说跟死神擦肩而过。 第一次是在1947年2月,仁荣率部在赤丰跟敌军作战时,不幸被子弹击中颈部,打穿了脖子,伤口留下一个核桃大小的洞,当即昏死过去。 万幸的是,子弹近其技般的没有打穿大血管,仁荣算,是捡回了一条命。 在后方医院躺了一个多月才赶下床,这次受伤,影响了仁荣将军的整个后半生。 虽然经过几十年的休养、治疗,但仍然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,脖子不能向左转,一低头颈部就疼痛难忍。 第二次受伤,施在辽审战役期间,仁荣亲赴前线指挥作战,结果,敌军一发炮弹打过来,正好落在他旁边。 虽然躲避及时,没有送命,但脚掌被炸断了,血流如注。 当时战士紧急,仁荣顾不了那么多,让战士们把他抬到担架上,继续指挥战斗。 就这样,仁荣重伤不下火线,在担架上又指挥了整整两天,直到战斗结束才到后方医院救治。 当医生看到他时,都惊呆着,他的衣服和担架上全都是血,连医生都说,要是一般人流这么多血,早就没命的。 这次受伤,让仁荣足足休养了七个多月,才渐渐摆脱了双管走路。 不过,由于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,他只能接受截骨手术,右脚只剩下半个脚掌,后半身只能垫着脚走路,不能跑步。 不过,这些伤病丝毫没有动摇仁荣将军的革命意志,抗美援朝爆发后,仁荣不顾右脚残疾,出动请英复朝参战,并作为第一批干部,从丹东出发开往前线。 回国后,有一次毛主席见到了仁荣将军,握着他的手说,我知道你受过伤,大难不辞,必有后福,我看你能活一百岁。 仁荣将军听了这话,也非常激动,说,保证完成任务。 没想到,这句玩笑话,竟然变成了现实,仁荣将军生于1917年,便是于2017年,正好活了一百岁,圆满完成了毛主席交给他的任务。 历史客栈作者,威廷跟施坦因有趣味,有思维,有品味的三位历史。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MASHAUA108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